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程度很瘦 拍出来这一组照片其实非常有名 所以我就把张海尔定义为中国新摄影中明确通过镜头表达性和某种暴力倾向的一个摄影 这个暴力是一个正面词 但他还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观看女性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看与被看嘛 女性是被看的 那么女性被看 女性如何反抗呢 前面三个女摄影家都有他们的善良方式在反抗 男性摄影家张海尔是一个例子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著名摄影家刘真 刘真当时有一组照片也是在摄影界引起很大反响 对好像在那个演戏剧 但实际上就是裸体的 后来我还曾经跟刘真在北京新北京花囊作为一个歌产 那个展览也很有影响 那个展览叫做《金梦》 《金梦》 《金梦》就是油园《金梦》 《金梦》 里面的照片里面有凌迟的 有开扛破肚的 有有点刺激 而且当时来看的家长带着小女孩看的时候 小女孩忽然看着当场呕吐下来的 所以她还是很精神的 而且我跟刘真聊天的时候她说找模特很难 就是说要说服模特真的很难 我觉得刘真这一组上拍的片段好 当时我还写了这篇文章 但是她拒绝了我的概念 我的文章当时叫《器官政治学》 她想了半天 这个器官太生理化了吧 改变吗 叫微观政治学 今天有人一直想要我这个器官政治学的概念 微观政治学 我们在温哥华给邓简金一组家做个展的时候 也讲了这个微观问题 其他问题 其实跟刘云跟那个 我跟刘云正作产是有关系的 是吧 刘云有关系 但其实刘云有一张照片 是她这个 早年中国人系列里面的一张 很少人关注 但是我其实从那个照片开始讲起 那个照片是一个观音的一个像 但是这个像正在运到另外一面去 为了运 那就把它包起来 这个我有印象 有木板包起来 对不对 放在那里 就把它拍下来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关于是个不男不女的 是个男还是女的 我不知道 先是男的 后来变成女的 后来变成不男不女的 但她却被囚禁起来 我觉得刘云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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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虽然是一个 可能是限制中 看到一个场景 把它拍下来 但是我想她是有意义 这意义就告诉老师 性的问题 性别的问题 对于男性来讲 文化看女性的问题 其实一直是一个 非常尖锐的问题 但是也没有得到 充分的表达 那么 特别是在东方 保守的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 现在才开始开放 在那个年代 所以我认为 我这篇文章 看也背看 进入中的性别现实 在中国摄影理论研讨上 还是具有五种开放性 我是第一个提这个问题 然后关于这个 这方面 就是男性摄影师 拍女性的 还有像你的师弟 是吧 翁愤 对 翁愤 也是油画出色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 这个做 摄影艺术 或者说 用摄影作为媒介 但是他们其实是艺术家 嗯 做的艺术作品 都是美院毕业的 嗯 对 目前为止 不是美院毕业的 而又做得很好的 至少不是摄影系毕业的 嗯 那个年代摄影系 很多了是吧 那时候还 比如说刘真 比如说精密摄影 那么翁愤 油画系出来 翁愤的照片 还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 看女性的问题 嗯 当然他有一个被看女性 因为他的照片 非常重要的一个样式 就是一个小女孩 看墙外 嗯 或者七墙 对 很暧昧 他里面有一种非常隐晦的 非常暧昧的一种 性别色彩在里面 嗯 是吧 而且是 有时候是站在一个 都够莲华的 先生少女的 这种眼光 嗯 但是这个摄影是被我们所关注 嗯 是吧 然后呢有一堵墙 把我们挡住 嗯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墙 看墙的那一边 嗯 那一边可能什么都没有 可能是个普通的风景 嗯 可能是一片山一片海 而且女的呢都是 背对了我们 没有真面 对对 背对了我们 一个先是一个 在各种墙的前面 看的墙那边 嗯 好几个 然后骑到墙上去 东西很优美 嗯 嗯 你说beeing的概念 嗯 他跟我一讲 这种东西我都很紧张 什么什么 beeing就是存在 哦 beeing这个英文 嗯 存在还有一个核心概念 他可以衍生出一套 东西来 以至于衍生出一套 观看的理论和规范 他甚至为了研究哲学 他已经不相信中文 他直接跑去看英文 嗯 不仅看英文了自己跑去搞翻译 嗯 所以他跟我提的问题 我都很小心不好回答 因为他很认真 嗯 我很少看到 至少是广州美医院 毕业 艺术家都是爱玩 艺术家 有这样的一种专严 嗯 当然他也是一个生活的高手 嗯 喝好的红酒喝好的咖啡 嗯 告诉你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休息 是吗 怎么样穿着 一切都非常讲究 嗯 没问题 但是 他的照片 严格来讲 的确实是有一种 关联性的含义存在 嗯 当我把这个场景描述完以后 他不知道哪儿我在拍这个 他拍的其他很多的 都不如这一层 嗯 而且这组被被公认了 嗯 但现在为什么还是这套为最主要 他后来拍了好几套 都没有 都没有 等于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效果 嗯 所以呢 嗯 因为这种形式感已经深入人心 对 所以某种意义上 他拍照更像是一个观念摄影家 嗯 也就是说 他的照片是有一种观念 在推动他的整个场景的布置 嗯 王庆松呢 就是一个图像美术家 嗯 他要通过一个现场 一个庞大复杂的现场 而且他自己还置入进去 嗯 来探讨一个拍照和被拍照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当中所凸显的 可能叫做社会问题 可能叫做人生问题 嗯 可能叫做哲学问题都没问题 嗯 他在这里面凸显一种复杂性 所以 作为图像印象家的王庆松的整个作品的复杂程度 和涉猎之光是很惊人的 嗯 那么呢 温芬干嘛是他一个镜像 嗯 温芬反而是单一 更简洁 单纯 他不是关注现实 他也不是关注所谓的现实问题 他关注的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 他关注的是一个抽象的问题 所以背后的更复杂 背后的 背后的整个背后的整个构思和含义 是温芬更复杂 嗯 而且他真的在非常认真的专业 如果大家有机会见到温芬 如果真的要跟他谈哲学里面小心点 嗯 一般学哲学的人都可能谈不过 他真的很认真 一直去翻英文 英文觉得还不够 嗯 嗯 或者找法文 那也能解释为什么西方人能够接受 温芬他的作品 对 是有原因的 他就能够从他的这个作品上读出他的这个内涵 对 所以我觉得温芬是广州美院 至少是油画系的艺术 嗯 他应该有更好的位置 对 其实广州美院有几个优秀艺术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 嗯 但是 更加的原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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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